欢迎你们来到Trinity Learning Club TLC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请订阅、按赞和开启小铃铛哦 以便收到更多故事影片的通知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 别着急,有办法了 由吕丽娜驻 这是一个关于小老鼠在遇到问题时 动动脑筋,思考解决办法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 小老鼠遇到了什么问题 它又如何解决问题呢 别着急,有办法了 小老鼠球球蹦蹦跳跳的走在阳光下 口袋里的硬币叮叮当当响 它向太阳公公打招呼 也向蜻蜓小姐问声好 今天,妈妈第一次答应球球 让她自己到外面去走一走 看一看,球球真开心呀 外面的世界真好看,真好玩 球球看得着了迷 玩得忘了时间 最后,球球发现自己迷路了 怎么办,怎么办 糟糕了 我忘了回家的路 我该做些什么呢 它动动脑筋想呀想 我该怎么办呢 小朋友,怎么办呢 球球该怎么回家呀 别着急 球球想出一个好办法 它蹬蹬蹬,跑进一家油纸 把口袋里的硬币 哗地全倒出来 对小鹿小姐说 请问,我可不可以把自己寄回家 叮叮叮 它把口袋里的三枚硬币都倒了出来 把自己寄回家 好主意 小鹿小姐咯咯地笑起来 小鹿小姐找到一个大信封 按球球说的 写好地址 请进吧,小老鼠先生 小鹿小姐一本正经地说 请您在信封上挖几个洞 行不行 我得呼吸新鲜空气 球球说 小鹿小姐有点儿惊奇 她想 这只小老鼠可真够聪明的 她拿起剪刀 在信封上开了几扇小窗 然后又在信封里 装上几块小饼干 小朋友 你觉得小鹿小姐 为什么在信封里装上几块小饼干呢 这是为了防止小老鼠在回家的路上肚子饿 信封里的小饼干 可以暂时填饱小老鼠的肚子 是为了防止小老鼠就这样跟着邮递员斑马一起出发啦 小鹿小姐就这样跟着邮递员斑马一起出发啦 小巴马哲哲哲哲的跑起来 球球泪坏了 他躺在信封里 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 小巴马正在敲球球家的门 鼠太太您的信 我的信 奇怪 谁会给我写信 鼠太太边说边撕开信封 是我呀妈妈 我给您写的信 球球从信封里跳出来 跳进妈妈的怀里 聪明的小老鼠球球回到家了 小朋友 当我们遇到麻烦时 遇到困难时 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停下来 动动脑筋想一想 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相信你一定和聪明的小老鼠一样 可以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想不出办法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 那么下次 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则故事再见 休息一下 呢 恹